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自從踏入2020年 解放軍和美軍在南海以及台海的活動 越趨頻繁 在今早早 台灣國防部指出 解放軍的光綠 空警500和1111等的軍機 在台灣的西南海域執行遠海長航訓練 經過巴士海峽進入了西太平洋 就巡著沿航路返回駐地 台灣的空中精巡戰機 對此情況全程掌握 國防部指出 這次是今年以來 老解第六次有軍機出巡在台灣的鄰近海域 而國防部強調 國軍運用聯合情報、監視和偵察系統 對於台海周邊海空域的狀況 充分了解 能夠護衛國土安全 呼籲中華民國國民放心 實際上這些劍拔老張的情況 自從中國爆發疫情以來 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 實際上武漢封城的日期是1月23日 剛好 在台海附近出現老解軍機 第一次在今年 也是1月23日 然後2月就出現了三次 3月就出現了一次 然後到了今早早的情況 到底這個中國在搞什麼呢 是不是真的要武統台灣 還是純粹擺下姿態 只不過是對於美軍在南海和台海附近一帶的活動 作出回應 實情中國現時的復工復產情況 認真不樂觀 受到環球因素影響 位於長三角和諸三角的企業 尤其是輕工業 遭受到大規模的取消訂單 根據民間的一些不完全統計顯示 目前中國的失業的人口 失業的人口已經是接近兩億人 中共也要為這些失業人口 急於尋找出路和缺口 目前來說 在台海裏頭 進行軍機的演練 到底是否要轉移國內人民的不滿和矛盾的視線 到底你在搞什麼呢 實情你對著台灣做這些軍演 不看憎免也要看罰免 台灣當然可能是不屑一顧 對於中共來說 只不過 國軍背後有美軍 你亦不能輕舉妄動 依據目前的形勢分析 似乎中共會武統台灣的機會 不是那麼大 搞這些軍演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看來就是 純粹為了滿足國內人民的需求 滿足他們對於統一台灣的慾望 實情老解的軍機在台灣的西南海域的樹進行演練 就和中國的官媒和中國的外交部 去斥責台灣所謂以疫謀毒 那個戲碼是如出一切的 只不過 那些聲明就是民工 這個就是武客 再加上美軍的羅斯福號航空母艦突然爆出疫情 影響了美軍的部署 中共的解放軍 就趁此機會來試試威 美國國防部有回應 國防部副部長洛芬斯特 不點名的警告 那些潛在敵人不要犯致命的錯誤 以為病毒折損了美軍的整體戰鬥力 他強調 在過去四年以來 美軍在經受了強制性削減預算的負面影響後 就已經重建起來 現時美軍擁有更多軍人 更多尖端武器 更充足的彈藥 比以前更加之訓練有數 如果敵人以為 現時是美軍軟弱的時刻 就犯了危險的錯誤 他強調 為了高度謹慎行事 羅斯福號航空母艦 現時是靠港隔離 倘若他需要前往戰場的話 是完全能夠履行戰鬥使命的 若然有需要 亦能夠立即出海 執行任務 即是告訴你 雖然現時美軍的部署 有一些影響 只不過影響不大 美軍似乎很高度重視軍隊內的疫情 而且不能被外奸知道 到底軍隊內發生了什麼事 比如說上次 羅斯福號的艦長 正正披露了疫情發生 所以遭到軍部的免職 至於美軍的 參謀長聯席會議 副主席兼海軍上將海騰 就怎麼說 他說羅斯福號現時靠港隔離 的確是在一定程度上 影響了美軍在西太平洋的軍力部署 但美軍整體實力並沒有減弱 根據海騰所說 依照原生的正常安排 羅斯福號航空母艦在關島靠岸以後 應該返回海上執行任務 現時變成靠岸隔離 所以美軍在太平洋地區的戰備 的而且確出現了減少 但是總的來說 因為整個軍中出現的病例很少 所以整體戰備依然強盛 希望美軍不會出現群聚感染的情況 至於老解方面又怎樣 根據官方的消息指出 一個個案都沒有 認真厲害 至於公信力和可信性有多高 大家可以自行判斷 空軍上將海騰還說到 儘管一艘航空母艦很威風和強大 但它只不過是美國戰力一小部分 美國擁有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所組成的聯合作戰部隊 能夠對付任何問題 故此一艘航空母艦遇到挑戰 美軍的遠程轟炸機能夠支援航空母艦的安全 美軍會應用整個聯合作戰部隊來確保 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準備戰鬥 希望相關的敵對者可以聽到美軍的警告 而且不用太快開心 因為美國也有很多航空母艦 又不是一隻遼寧號那麼大把 除了中美雙方在南海上的軍事角力以外 另一個中美交方的平台 就是在世衛組織裏頭 在今天共和黨的參議員 Todd Young 去信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要求他能夠出席美國的國會聽證會 就著外界疑慮作出解釋 Todd Young說 對於世衛組織面對全球疫情所扮演的角色 是深表懷疑的 並且擔心 中國在世衛組織當中的影響力 已經產生了壓倒性和危險的後果 他這個說法當然就是跟特朗普總統所說的 以中國為中心論 如出一切 故此大家都看到 其實特朗普總統在黨內的支持度 仍然是非常堅實 Todd Young還說到 美國作為世衛組織的最大捐助者 他們的納稅人是有權知道 究竟世衛組織對付疫情反應的真實面 才能從錯誤當中學習 而且在爆發疫症初期 中國政府試圖隱瞞真相 不讓國際專家和中國人民了解真實的情況 就此情況 世衛組織不是選擇譴責中國 並且要求獲得更多的訊息 反而是讚揚中國政府的表現 而且世衛組織長期排拒台灣 當台灣多次警告 今次疫情是有高傳染性的時候 但世衛說完全沒有接收到相關的通知 我相信譚德塞絕對不會出席美國國會的聽證會 因為他身為一個國際組織的總幹事 怎會委身自己 讓你國會議員來組織呢 再加上他根本上 但對於中國政府 維維落落 對於中國政府 馬首是瞻 他根本上 不能夠譯中國政府意 美國去警告他 我覺得完全沒有用 若然他認為 這個譚德塞是沒有用 當然他可以考慮對於世衛組織削減捐款 原來根據上年的資料顯示 美國頂起了世衛組織的四分之一隻抬腳 若然他不捐助的話 世衛組織也挺難繼續正常運作 而且中國對於世衛的捐款 只不過是百分之二點五左右 中國真的出錢就少 但享受的權力大 完全是政治槓桿效應 若然美國真的選擇退出世衛的機制 索性對於世衛組織的捐款清零 然後另起勞組 聯同西方的先進文明國家來玩 組成一個新的世衛組織 這個組織只限了文明國家來參與 基本上世衛已經廢掉了功能 因為目前只是依靠其他國家的捐款 根本上是不能夠正常運作 因為經費索時之間 又會少了四分之一 去哪裏捐 哪裏扔心口 而且在美國和部分的歐洲 先進文明國家 集體不玩的情況下 到時中共會否補足這個捐款缺口 就真是成為一大疑問 因為他目前都是顧念著 世衛組織有194個成員國 基本上包覽全球的國家 他才這麼活躍 如果死敢半截 他玩來幹甚麼呢 到時這個世衛組織 真是被譚德塞玩殘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